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我是天龙 一觉醒来 就能大口呼吸到森林里的清醒空气 这次停车的位置是在一个小树林旁边 周末非常的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很久没有随习所欲的瞎逛了 所以今天不做攻略 久违的来一次开盲河市旅行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叫墨阳江大桥的地方 有个红旗路山越步行街 过去看一看 这条路的两边也种了很多这种树 这种花之前在羊江也很多 一到晚上 整条街都是这种花的味道 青城公园岛 青城公园岛了 一个十百千万 已经在地下埋餐了12680年 在医院门口停了很多某小三人车 这种单车已经很有年代感了 今天小时候经常能见到 现在已经很久见不到了 我们叫博仔干 香芋口味的 这种就是原味的 哪一份哪个分这个 这个我们叫灰池 淮花糕 淮花糕 淮花糕是吧 再拿一份这个 好的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土福林糕来的 它是甜的吗 啊对 甜的那个 这多少钱啊 这个三块的 那哪份这个吧 就花生啊 辣椒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辣 我们这个是冰片糖来的 这个调糖 再来吃 啊对 你要转了 啊行 现在我们到了东湖公园 这小水沟里面居然有虾 这小水沟里面居然有虾 那东湖公园里的路边还长很多这种蘑菇菌类 刚刚摘了一朵下来 它下面是长这样的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菌呢 绕着这湖边的布道走快半小时了 现在 准备回去了